一年多年來 郑州接送都台出 加私不好 甚至都會存在 動作的郑州散生問題 在最好下採取的食材 包括提升農產品的加速 全都各鄉的豐盛農民 臨美義 基礎同亞伯伯的 郑州院接下了 用友善的方式 中郑州中的生命院 包括參加農民的豐盛農民 創新加速經營結果 開發的目前為止 蔥色郑州料理 我民眾知道 蔥色的郑州有些好色的 剛剛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它是一個甜點的樣子 可是吃起來是鹹的 翻證著紅白蠻的菜 有韓伯的陳竹妍 連肉球同工研銅 要到料理的主要食材 竟然是沒有油膏的蔥郑州 滿好吃的啊 就是像芋頭這樣子啊 綠椒它的口感就很像馬鈴薯 或者是栗子 還有鈴角 很多人就是吃的感覺 都是不太一樣 那重點其實它沒有味道 所以其實它可以做很多的延伸 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就投入去修正修正 哪一款比較OK 就把它上面化這樣子 蔥郑州有開發的料理 就是因為香蕉 台灣都是吃黃香蕉 但是我們拿綠香蕉來做 它吃起來像台灣的馬鈴薯 透過一個綠椒的料理來推廣 以後我們可以有多一種選擇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開發 可以讓我們的綠椒有更多的一個成熟的一個商品 修衍農場表示 為何對於韓國經營部 提供強烈的食用 計劃在今年23日 替發言修衍農場 期盼2023年 農曆產品 強烈米食料理必須 希望中國必須本韓國土地民眾了解 原來沒有要求去強烈 做得做出 本來沒有土地的料理 下個新聞本身旺平的報導 大家好